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隐忍的太子 安史之乱爆发 阳国中人心尽失 而唐玄宗的婚会 也引起了越来越多朝臣和士兵的不满 太子似乎成了唐王朝新的希望 同官失守之后 太子李亨对于赛乡阳国中提出的西夫入蜀的建议 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四川是阳国中经营多年的地盘 如果唐玄宗及大部分宗室成员全部入蜀 唐王朝的命运就有可能落入到阳国中的掌控之中 而自己素来与阳国中不合 一旦入蜀 不仅太子持位不保 性命仅有忧虑 实际上 离开长安之后 太子一直都有自己的考虑 他不愿意追随唐玄宗入川 也不会入川 父子两人的分道扬镳 也只是时间问题 据新唐书记载 早在马维泼兵变之前 太子就已经召见了高丽氏 并且暗示阳国中对他不利 非常时期自己将先下手戳掉阳国中 高丽氏首肯了他的意见 李亨随后又召见了陈玄理 密谋策划以非常手段对付阳国中 在当时从长安出逃的三千人马中 李亨变后的人马就有两千人 包括继位军中的精锐的飞龙禁军 此时的太子李亨已经具备发动政变的条件 无论太子李亨对于马维泼兵变是否知情 但是 在政变发生之后 他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马维泼兵变的最终结果是导致阳国中被诛杀 反对太子的势力被清除 而西陶的唐玄宗也因为同官之败 从而放弃收复长安 让全国百姓大失所望 留下来安抚百姓的李亨 此时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种是跟随唐玄宗继续入川 另外一种是顺应民心 坚持下来招募军队继续抗战 从而收复两京平定叛乱 最终李亨选择了与唐玄宗分的儿行 玄宗入属不可逆转 似乎对于此时年老的玄宗皇帝来说 属大的艰险能够阻挡住安使叛军的步伐 即使叛乱不能平定 自己也能够在属地安稳地度过残生 而太子不同 自己如今已是众望所归 离开唐玄宗 自己可以放开手脚 凝聚人心 领导全国的军马继续平定叛乱 收复山河 李亨在事实上不能算是篡位 首先主观上 他没有想要将自己的父亲逼下皇位 当时 唐玄宗李隆基在经历安使之乱的时候 想要到四川蜀中地区偏安易于去避难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安禄山必然会将中原地区瓜分开来 这样唐朝就不是唐朝的 所以大臣们是不同意的 在 李隆基的指引下 大臣们终于松口了 皇帝走可以 把太子留下 于是 李亨就留下指挥整个朝廷了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朝廷不能群龙无首 于是 就将太子推上了皇位 尊李隆基为太皇上 一切都是形势所逼 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登上皇位了 这就是李亨为什么不算篡位的原因 安使之乱爆发 郭子夷于守校期间 为朝廷夺情喜用 改封卫卫卿 缠于安北副大斗户 陵武郡太守 兼设御史中城 全冲朔方协度赴大使 率朔方军东 讨安路山 郭子夷收复靖边军金山西右域县 斩杀叛将周万寝 又在河区击败叛将高秀炎 于是 收复云中金山西大同 马亦 金山西朔县 开通东行关在金山西带县东南 因宫家风御史大复 天宝十五载七百五十六年 叛军攻破长山郡金河北镇定 占领河北全境 这时 李光碧自太原东进攻打长山 攻克了长山 而过 子夷率军出井刑关 与李光碧一同击破使斯明数万军队 平定岗城 又南宫赵郡金河北赵县 俘获敌军四千人 都放走了 斩杀叛军任命的伟太守郭县球 回军长山 郭子夷返回长山 十四名又集结束外兵马尾随起后 到了行唐县 郭子夷选出五百骑兵又出来挑战 三日后 敌军退去 郭子夷成敌军疲惫之机 又在沙河击破敌军 于是前往长阳驻守 安禄山添加兵力增援史斯明 郭子夷说 敌人仗着增加了兵力 必定轻视我 轻视我 内心就不坚定 一战就能攻克敌军 唐军与叛军交战中 郭子夷杀敌方 一步将并宣誓几方重将士 将士们殊死战斗 于是击破敌军 斩首两千级 俘虏五百人 俘获的马匹数量也一样 于是 郭子夷白天带兵征战 晚上捣毁敌方堡垒 敌军不得休息 士气衰弱 于是 与李光碧 蒲顾怀恩 魂石之 陈回光等 在加山击破敌军 斩首 四万级 获得数万匹马 十四名逃往柏林 于是 河北各剧县都斩杀叛军首将 迎接朝廷军队 郭子夷正与北征泛阳 此时 歌书汉在同关战败 天子入蜀 太子李亨在领武登基 下告军队班师 于是 郭子夷与李光碧率 军队五万赶赴朔方行载 唐素宗志得元在756年8月 郭子夷和李光碧二人赶到领武 唐素宗任命郭子夷 为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仍间顺方极度使 唐素宗检阅大军 发兵南征 到了彭源 郭子夷与回格首领 耿罗什联兵进击 俘虏数万 牛岩不可胜数 终于平定合居 智德二年 在同关进攻敌将崔贤又 崔贤又战败 退保普金 郭子夷进攻普金 赵傅等人斩断城墙 打开城门 崔贤又逃往安义 安义甲义接纳他 崔贤又的军队进城进到一半的时候 县门发兵 崔贤又脱身逃走 敌将安守中守卫永封仓 自已遣了儿子郭干与其交战 杀死敌军一 万吉 而郭干阵亡 唐军夺取了永封仓 于是 打通了同关道陕州的道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